主席有叫司機拜前去澳門嗎 主席身體狀況還好嗎 危機集團主席沈慶金 二十五號下午一點半 四度被北檢提訓 坐著輪椅下球車 拿著一條棉被蓋住半張臉 由法警陪頭進到北檢 律師有什麼要幫張檢長的嗎 沈慶金委員律師 胡元榮 徐旅斌 下午三點半抵達前進行律檢 半小時後沈慶金不是坐輪椅 而是自行走入偵察庭 先前律師申請聚保停壓 但北院裁定結果尚未出爐 而近期神經經被發現 二零一三年到二零一六年間 控訴貼身司機涉及恐嚇取材未遂 判決書內容更出現 金華城案的關鍵人物 印小微 很有可能成為 簡聯追查 神秘金流的破口 檢方密集問訊相關被告 上午也四度提訊 前北市副市長彭震生 金華城弊案北市議會調查小組 會議記錄二十四號陸續在官網公開 隔天檢方立刻再提彭震生 恐怕就是要釐清會議內容 開庭兩小時後 彭震生再度搭上球車返回 臺北看守所 而調查小組公開的會議記錄中 彭震生在議員許舒華的詢問底下 坦言是因為便當會 時任市長交辦才會辦理研議 言下之意認了柯文哲點頭 七億的成本換一百億到兩百億的利益 請問公益性對價性在哪裡 一般市民可不可以七百萬換一億嗎 請問為什麼這種好康只有審慶金流 金華城案一度陷入膠著 隨著積壓期將滿兩個月 間連不停歇 持續蒐集新市政和時間賽跑 此點請問這次訪問HC小組 台北參謀道